上旅行輕鬆一點 我推薦五個Apps給大家聽 先訂閱、分享、訂閱 我先和你們分享 第一個叫Get Your Guide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有很多免費的東西可以用 除了購物費 你可以看表演 以及有免費的關於政府的餐廳 免費時可能要排少少隊 付少少錢便可以排少少隊 但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因為有展示、有餐、有經驗都有 很多國家都有這個應用程式 第二個叫做Veator Veator是類似吉日街 但比較多商業的東西 有很多工作坊 關於藝術和工藝術 關於私人的訪問 和很多動物 有很多私人車 可以去小一點的島 就在Veator可以用 所以我也有試過用這個 而且這個有免費的 所以可能你預訂的時候 要多付少少錢 但如果你要免費是免費的 Bookings.com這個比較用於飛機票 飛機票其實有幾個Apps我都有用 但是Bookings.com你才可以看 有個價錢和連同酒店 你可以用其他的去 compare 這個平台可以跟其他Apps去看 所以你不用馬上買 所以我會推薦這個App 第四我會選擇Uber 雖然有不同的車的服務 你可以選擇 但Uber為何我自己有用 因為我去其他國家 我有試過是很容易用 然後譬如我在香港開始 但是我可以選擇 我沒有開location services 都可以在歐洲訂車 這個對於我來說很方便 因為我可以打英文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打其他語言 他亦可以找到我的車 亦可以很方便地打給我 第五個我覺得 我們大家都有用過的 就是Google Translate 因為始終我去了不同的國家 當我不知道他想跟我說甚麼 我也不知道我想跟他說甚麼 我就用Google Translate 我試過司機 無論我擺了點 無論酒店都已經寫得很清楚 讓他們看 他們無端端都不知道我去哪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用Google Translate 去寫說甚麼 因為始終這個是最快 我有試過用過 當地的Translation那個App 因為始終當地的人會給我看 然後叫我寫回給他們 但我始終都用回自己的電話去做 因為我始終都不是很舒服 去用其他人的電話 你知道手指毛現在很先進 拿了你的手指毛之後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拿 所以要小心點 用回自己的電話去跟別人溝通是最好的 大家有沒有用更好的App 不如你們推薦給我 我也想知道